政府专家顾问福田敬义将会在下个月离任 政府说收到福田敬义的通知 将会在年底离任港大公共卫生学院 回到美国开展退休生活 并且在下个月开始退任政府专家顾问团 和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感谢福田敬义的贡献 说过去两年她为政府抗疫工作 提供大量宝贵和专业的意见 有效协助政府应对疫情